一隻腐骨食身的怪眼,一粒來歷神秘的寶珠,繼續引訓這一段離奇曲折的地底奇談故事。 音效廣播小說,鬼吹燈第二部詞,龍領埋屈,臨敬言正哀講。 這個日子道無道斗絕對不易,因為在這個被稱為菩薩必要閉上眼的日子裏, 刻製僵屍、屍變的種種手段都有可能失靈,而在陰間的力量最強的時刻, 往往有最容易激起屍變,又或者其他的種種不好變故。 按照廖陳長老的想法,不如可以將時間的推後一日,明天再來找個床寶洞。 但是,一旦知道了,自己這個族群尋找了千年的鳳凰坦寶珠,很可能就是赤腳下。 你一粒,是可以解決自己族人身上得那種怪病的關鍵寶物來的。 謝姑少為了找到他,都不知捱盡了多少斧頭。 現在他從哪裡忍得到,明天才再動手啊。 於是就對廖陳長老說,我聽說,這座冬天大佛寺下面, 那座墳墓呢,原本說是藏人,後來變成床寶洞。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座空墳來的。 既然是空墳,那裡面是無官閣,我們又去,甚至都不算是倒斗。 所以弟子以為,根本都不需要用常理去揣測他。 而且,我保證,你自入到床寶洞,無論他面前有金山銀海, 我們只是拿著那顆寶珠,然後馬上就走。 只要我們小心謹慎,應該不會有什麼差錯吧? 廖陳長老想想他這番說話,又對啊。 雖然,今天是大破之日,的確不如杜墓杜斗, 但是,既然那座墓是空墓,而且還變成床寶洞, 應該就不會有死人在裡面的。 既然是這樣,又用什麼依照平時盜墓的規矩來辦呢? 什麼燈飾雞鸣不摩金,什麼三取三不取,狗滑狗不滑, 其實根本不需要考慮。 於是想一想,他也點頭同意。 謝姑少一見你師父同意,精神啊, 他馬上一反手,在自己的包裹裡面, 拿出一條空心的銅棍, 這條銅棍中間的空,裝著機關, 接著謝姑少又在棍頭, 裝了九片可以轉地獄的精鋼鐵葉, 只要拉動銅棍的機關, 這九片精鋼鐵葉就會轉得像風車一樣。 謝姑少又在銅棍的後面,裝了一個搖桿, 一個搖桿一次銅棍,再加上一個風車一樣的串掩, 就組成了一把打盜洞的利器,旋風掌。 這種工具可伸可縮,要開幾大洞的直徑, 亦都可以自行挑戰。 所以道務者用起來,簡直是得心應手。 謝姑少轉動那個旋風鏟, 一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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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盜洞, 一旦就叫那個美國神父幫忙把旋風鏟打出來, 全部搬到旁邊。 噢, 噢, 不是一旦就講好, 來到這棟目的地就把我放走了嗎? 想不到你們還要替我安排這麼多的小節目。 哎呀,要知道,我們誓放神父是上帝的復人, 神職人員是不需要從事體力勞動的。 托馬斯神父自己是暗暗沉沉, 但是謝姑少來了那麼多, 一陣子,我把旋風產已經打通了一個動動, 都不夠一盞茶的時間, 謝姑少就已經發覺,聽這樣的聲音, 旋風產已經碰到了冬天大佛寺寶殿上面的瓦片, 這些瓦片全部都是大片大片的青鱗流離瓦, 謝姑少就在其中兩塊瓦片來看, 瓦片邊邊的瓦當,丟著他還是羅漢掌。 嗯,一看就知道,這一座肯定是大型的佛寺主要的建築。 謝姑少揭開了十幾片的青鱗流離瓦, 丟在外面,然後用繩按了一盆馬燈下來, 仔細看下。 這件是一層層的木樑下面, 正是輝煌壯麗的大紅寶殿。 大殿裏面,真是坐著相金陷銀的釋家謀利的佛長, 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的座像。 西夏國曆,佛法非常輕盛, 看來,你座大殿的規模也不知道在哪裏。 謝姑少和鳥陳長老各自吃一粒, 他們摩金牌的秘藥百草丸, 這些是可以防止在空氣不流通的環境之下, 產生溫迷的秘藥。 然後,再將摩金符掛在自己的手腕裏面, 用黑布遮住臉, 穿上水火蟹,帶齊一樣的工具, 他就先用繩索,放了鳥陳長老下去, 跟著想一想,如果自己兩屍層都落去, 上面只留在這個鬼佬神匪那裏, 不是那麼穩陣, 如果萬一他有什麼不懷好意, 將這個洞一摸一摸, 那豈不是敵家寶。 於是他一手, 攬著那個托馬斯神父的腰, 就著成叔,向下一挖。 噢,你做什麼?我抗議,我抗議, 你做什麼要我拿過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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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托馬斯神父剛剛咪嘩鬼叫了幾聲, 但是,謝姑少就已經帶著他, 進到這個藏寶裡。 噢,引似的主啊, 原諒他們啦,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噢,原諒他們,原諒他們啦。 好啦,你不能暗暗沉沉, 抹大口,起! 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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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只是說了幾句說話, 你就餵到腳給我寫。 你們,你們實在太過份了,太過份了。 你,哈哈哈,你為犯鬼皇上, 你,你,管安心的。 老衲和你都是出家人,我佛大慈大悲, 我們出家人都是慈悲為懷的, 所以我們兩師徒絕對不會害你的, 只不過我們要做的事非常機密, 不可以走入半點風聲, 這樣才會委婚你和我們走你一趟, 事成之後一定要放你回去的。 托馬斯神父聽得尿塵長老這樣說, 這樣才稍微安樂一點, 無論怎樣也好, 中國的和尚都是神職人員, 沒聽過神職人員居然會玩謀殺, 於是他這樣的人才鎮定下來。 師父,我看這些佛像一座一座雙金穿銀, 似乎氣象危險, 但是看來看去去, 眼裡覺得有點不妥, 究竟有什麼不妥, 我自己一下子就想不出, 你說,這裡的佛像擺設有什麼古怪呢? 我記得西亞人是以黨項為主, 黨項人也來源於西藏, 雖然他們後來附載唐朝天子開疆託土, 立了很多功夫, 比唐天子痴聲為理, 但他們畢竟是少數民眾, 而且壯傳佛教受印度方面的影響還要大得多。 所以你看看這些佛像, 雖然他們身上穿著唐朝的服飾, 但是形象之上就更加接近印度原來的原始形態, 和內地寺廟的佛像應該有多少不同的。 哦,原來是這樣。 師傅,照你來看, 所以你覺得那個藏寶洞 是否應該在那個大紅寶殿之中呢? 因為既然在廟下收了一座墳墓, 是墓園, 當然要收在風水位上面。 你說這地方, 那個風水位相對比較小, 所以, 那座墓, 應該也離開這座寶殿墓的軟滑。 看來你真是跟我們摩金一麥有緣, 那麼短時間, 就有這樣的領悟, 相當難得啊。 哦, 你們董坊人真是奇怪了, 我雖然以前那個, 但是你叫我再找回來都找不到? 那個老和尚, 只是在天上的省省幾眼, 就可以找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啊。 在這座看上去既莊嚴, 但是又帶著多少古怪的佛殿女頭, 雖然, 開始的時候, 謝姑少都覺得心頭是一片平和, 他甚至想著, 只要能夠找到那顆鳳凰膽, 解決了自己族人的苦痛, 以後, 就一定要跟著了陳長老, 誠心學佛, 從此再不理紅塵俗事。 不過, 這些年頭只是一閃而過, 來到後殿之後, 有一種好不安的感覺, 馬上又佔過了他的心頭。 在後殿這裏, 有一座大型的臥佛, 除了這座依山而建的臥佛之外, 就什麼都沒有了。 本來, 這座佛像也吊得非常磁場, 但又不知為什麼, 一看見這座臥佛, 那種不安的感覺, 就更加強烈了。 師父, 這座臥佛的姿勢, 好像有點不退路, 但只認為其中一定有古怪。 嗯, 你都看出問題了, 不愧是半山術的高手。 這個佛頭是個機關, 看來, 那座藏寶洞的秘道, 應該就連在佛頭之上。 只不過這個機關究竟是怎樣, 有時之間我還沒看都明白。 你要開它的時候, 千萬要小心。 是, 謝姑少雙手合十敗得幾敗, 然後, 他飛身跳上了佛像上面, 仔細地搬擦著上面可難的機關。 既然廟臣掌路都說, 這個佛頭很可能是一條, 通向藏寶洞通道的入口。 這樣恐怕, 裡面肯定有什麼被刀暗箭之類的傷人機關。 謝姑少以前的半山術這個時候就有用了。 他仔細觀察了一輪, 很快就已經對這道機關了如指掌。 入口不是有什麼暗器, 只不過是一個好像井式的直接向下的通道接口。 於是, 他就招呼美國神父托馬斯來幫忙。 兩個人輕輕將蓮花壇, 其中一塊花粉搬動。 然後, 師父, 等到入口了。 好, 小心點, 進去看看。 謝姑少首先把馬燈交給廟臣掌路, 然後, 將一個裝著輪火的桶裝在金剛車上。 金剛車, 是摩金價位用來抵禦墳墓暗器的桶體。 空體的鋼骨鐵液, 就算是力道幾強勁的機關腦戰, 也沒有辦法將它射穿。 而輪桶, 是一種探測空氣和招名盒而為一個裝置。 用現代科學解釋來說, 就是一種生物光, 就好像螢火蟲, 或者一些會發光的海洋生物一樣。 輪桶裡面裝的, 是用死人骨頭磨成的粉, 再配上火熔、艾草的碎片。 點著之後, 就會發出藍色的幽冷的光芒。 一桶輪光, 足足可以維持半個時辰那麼久。 謝姑少用輪光筒照明, 又用飛虎走, 抓住金光散戶身, 沿著那條圓梯, 慢慢慢慢地一路下行。 沒多久, 就覺得胸口很悶。 看來, 這個床寶洞下面, 是因為它一直封閉著的空間。 如果不是用了秘藥, 恐怕, 只是來到這處, 它便會鬱魂, 然後整個人向下蹤下去, 不斷打死。 向下走了半個幾時辰, 終於到底了。 。 樹井下面, 四周圍都是冷心心的石牆, 非常乾燥。 師傅, 我已經到達了洞底了, 你樹井沒有什麼問題, 你就下來吧。 好, 不過, 還是小心為常, 你先用輪筒, 照下下面的通道, 究竟是長方形, 還是四方的, 又或者是圓形的, 摸清地形之後, 不要動, 等到我, 和這個翻鬼神父進來再說。 是, 這姑少聽了師傅這樣說, 馬上舉一個輪筒, 正想四周圍照下, 在這個樹井底下, 究竟是一個正方, 因為長方形的通道呢? 誰知, 這她剛剛照到前面, 長壁上的壁畫的時候, 忽然之間, 咦, 誰? 這姑少聽眼一看, 只見在她背後, 不知幾時, 已經走出了個神高神大, 神匹金甲, 手上拿著開山對夫的武士, 這個武士立聲不出, 向著這姑少, 又是一虎, 咦, 我猜, 呀, 嘩, 這姑少舉金甲散出來一擋, 但對方沉重的力度, 將是一撞, 當同將她整個人撞到牆壁上面, 嘩, 好大力, 嘩, 朋友, 別動, 別動, 嘩, 這姑少, 一手, 將腰間那支德國國鶴槍, 拿到手裏面, 用手指弓打開抱歉, 對著那個金甲武士, 咦, 那個金甲武士真的聽話, 那不, 她現在都不動, 姐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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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究竟發生什麼事啊, 秒塵掌路的聲音, 在上面傳了來, 姐姑少自己都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她採力地擦一擦眼, 靜眼看看, 咦, 奇了, 剛才她明明感覺到, 那個拿著開山巨虎的武士, 向自己一虎劈過來, 自己舉金光傘抵擋的時候, 還要撞到自己背部都痛了, 為什麽, 為什麽現在, 那個金甲武士, 好像根本又不是站在自己對面, 反而好像是站在對面的牆壁上面呢, 她舉起那支輪光筒, 又仔細地看了一下, 沒錯, 只見對面的牆壁那裏, 有一幅色彩斑斑的壁畫, 壁畫上面畫著的, 正是那個披著盔甲, 金光露目的, 手上也拿著那把開山巨虎的金甲武士, 那他只是畫像嗎? 他剛才根本沒有跟我對打過, 那, 難道, 剛才你一切都在我的幻港, 又或者, 是因為這處的空氣太過混濁, 使我自己有點頭暈眼花, 究竟甚麼回事? 究竟甚麼回事? 謝姑少,謝姑少, 下面發生甚麼事? 沒事呀,師父, 可能我有一時間啟花眼, 你,你下來看看。 廟臣長老, 跟那個托馬師神父, 一起在樹井那裏爬了下來, 他看見武士壁畫, 亦都連連青震, 哎呀, 這幅畫畫得真的非常逼真。 謝姑少, 你知不知道畫中人是誰? 呃, 是誰師父? 這個就是當年, 秦國的一員大將, 叫做雍仲, 又是他神勇絕倫, 聽說連神鬼都怕他, 所以, 由唐朝開始, 凡是貴族的陵墓, 第一道墓場上面, 都畫著重雍將軍的畫像, 就好像安門神一樣, 來守這個陵墓的安全, 原來, 哦, 原來是這樣, 看來, 這些西夏人, 受我們中原文化的影響真的很深, 連古代秦國將軍都搬過來做門神, 看來, 這個金甲重雍看管的, 就是通天大佛寺下面, 這個床寶洞, 古墓的石門, 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應該就是那個床寶洞入口了, 是不是? 嗯, 牠上有橫九七縱的門頂, 沒錯, 這裏就是木門了, 鵰塵掌道剛剛說完, 忽然之間, 原本在石門之上, 那個金剛露木, 色彩鮮艷的, 畫著的金甲重雍, 忽然閃起閃, 消失了, 我的天啊,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啊, 范鬼和尚, 你怎麼這麼緊張啊? 你的老人家和尚, 難道你看不到嗎? 那幅畫, 畫上面畫著的那個長军, 忽然間消失了, 就在我們眼皮底下, 忽然間消失了, 你說, 你說他, 他究竟去了哪裏啊? 哈哈哈哈, 翻鬼和尚不用緊張, 你們碧畫畫的年代已經很久遠, 那些顏色之水能夠保持鮮艷, 是因為這裏一直都沒有空氣流通, 我們打開了上面的門口, 所以新鮮的空氣一進來, 暗食之下, 這幅壁畫的顏色, 很快就即時推得乾乾淨淨, 這樣, 你所見到的這個壁畫, 才會就這樣消失, 不是有什麼鬼神在你作怪, 哈哈哈哈, 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雖然這個老和尚是這麼說, 但是, 托馬斯神父, 這個時候, 哪有這麼容易定得回呢? 他覺得這個地方, 處處都有著東方特殊的神秘詭異的氣息, 就連全知全能的上帝, 大概都不知道, 一陣間那些石門後面究竟是什麼鬼異的世界, 自己好好地, 來看上帝傳播福音, 誰知道今天被這兩個中國人夾硬地帶進來, 認真是當黑當黑啊, 他見到這個謝姑秀, 又在那裡, 打滿了帶著神秘符號的門釘在墓門上, 後面, 東摸摸, 西摸摸, 顯然在摸著機關, 準備, 又要將這道墓門打開,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啊, 來到墓門後面, 究竟, 是一個怎樣的死者啊? 啊? 究竟, 他是通向地獄啊? 還是通向魔鬼的巢月呢? 裡面究竟, 有魔鬼, 有強士, 有吸血鬼, 亦說有狼人在處啊。 沉重的石門, 終於被謝姑秀打開, 石門後面, 迎接他們的, 是魔鬼邊的黑毛, 究竟, 這個由古墓改建成的床寶洞後面, 有些什麼呢? 那顆可以解救, 借姑少他們全足人, 命運的鳳凰寶珠, 又有沒有收藏在裡面呢? 鬼吹凳之, 龍嶺馬屈, 沿著天下霸窗, 改篇播講, 林敬, 音效製作, 郭建文, 郭建文, 豪正希, 本集故事就講到這裡, 欲知後事如何? 請繼續留意, 下一集